亲爱的EBCC家人们 大家晚上平安 你们好吗 我们 要谢谢大家今天 你们又能够来到参加我们线上这个 NECF主吹的40天的进食的祷告会 今天首先我要特地的来欢迎 那些第一次来参加 这个线上祷告会的 家人 新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祷告的事项 我鼓励你们 你们可以在这个YouTube的 留言区来留言 让我们知道我们会私下 来联络你 亲爱EBCC的家人们 今天我们来这个祷告会 我感觉到这个时刻 耶稣就好像对我们 发出了 一个邀请 来到他的面前 就好像诗篇第55章第22节说 你们要把你的重担 谢给耶和华 他必扶持你 他永远 不会让 一人动摇 所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开始 我们来安静自己 来到他的面前 今天 来清静他 他也要来清静 我们 所以让我们接下的时间 我们开始的来安静自己 开始的独自的来 祷告 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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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 预备我们的思想 我们脑海里面的一切的 我们要将我们一切的这个思想 降伏在基督里 让我们静静前人 前心前意 来到他的面前 来仰望他 我们要将一切的顾虑 谢给神 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神 是的 亲爱的 父神 亲爱的圣灵 还有主耶稣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知道 你知道我们所一切 我们 将要祷告的 所以主啊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 来更清静你 来听你的声音 来安静我们自己 让我们将我们的问题 交给你 谢给你 因为你 因为你不必 你必扶持我们 你必不让我们动摇 是的 主啊 今天 祝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来用这首歌 我们开始的来 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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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我们来敬拜祢 安静我们来敬拜祢 亲爱的天父 我和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祢 敬拜祢 我需要你 每一天 我需要你 你化语如干顶 你化语如干顶 我需要你 你化语如干顶 你 每一天 每一天 我需要祢 祢我一如咖喱 每一时刻 我需要祢 圣灵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淡淡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救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祈祷爱你的心 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诗恩宝座前 因为祂邀请我们进入在祂的同在里面 我们的敬拜就是向祂的回应 说主啊 我渴慕祢 主我需要祢 愿这段时间祢的话语来 来鼓励我 祢的圣灵来引领我 启示我 一切的疑问 一切的疑问 都要在神祢的同在中 神祢亲自来向我们解答 神祢亲自来回应我们的呼求 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祢 让我们再次来到他面前 让我带人无惧来到世恩座前 用心灵尘世寻求你 亲爱的天父我和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身里 每一天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活一路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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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时刻 我需要你 每一时刻 神灵入雨降领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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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逆火与路干离 每时刻 我需要你 生云路与降临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淡淡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救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死寂寂出爱你的心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淡淡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救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死寂寂出爱你的心 不失去你 永不失去爱你的心 因为我仰望你 我仰望你 静静跟随你 游走 静静跟随你 游走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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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你 回应你 我愿意 我愿意 回应你 你是否说我做我愿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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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你 回应你 他向你 发出邀请 他向你 发出爱的邀请 进入他丰盛的里面 我愿意 回应你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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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你 我愿意 我愿意 回应你 我愿意 我愿意 回应你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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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你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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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央视 是的 主啊 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在我们当中 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是带着忠担 带着忧虑来到你面前 而主啊 今天我相信 你的安息 要进入他们的里面 主啊 他们要懂得 协会 卸下重担 常常来到你的面前 来回应你 回应你的邀请 来到你的面前 让你来扶持我们 是的 耶稣今天 我们就是这样的 回应你 来到你的面前 是的 圣灵啊今天 我们卸下重担 来到你的面前 在这个时候 仿佛一切 都要 停留在这里 让我们停留在你的同在里 让你的爱 四处的 围绕着我们 让你的爱 弥漫 在我们 所在之地 让你的爱 渗透 我们的生命 是的主啊今天 你说 你的圣灵 所在之地 我们 就会 得自由释放 主啊今天 我相信 这个时刻主啊 你要释放 使我们每一个人得自由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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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降福 来到你的面前 愿意放下我们井井所着住的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愿意放下 别人对我们的冒犯 放下 别人对我们的创伤 放下 我们亲人对我们言语上的伤害 甚至我们最亲的人的伤害 祝我们相信 你要医治这些伤口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在你的同在里 我们相信医治要发生 是的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的同在 感谢你的运行在我们当中 奉耶稣的命祷告 Amen 是的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感谢 我们有这个平台 我们一起的能够来到 一起的来祷告 寻求耶稣 我也感谢你今天愿意 活这个时间 与我一起的来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 荧幕上的第一个祷告 我们要为活出 我们能够活出 敬虔的生命 我们来祷告 在这个敬虔的生命 什么是敬虔的生命呢 敬虔的生命就是一个 效法 耶稣 活出 更像耶稣的生命 就要像在提摩太前书四章 第七至第八节 这样子的说到 总要去捷世俗 以及老父的无忌之谈 要操练自己达到 敬虔的地步 因为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操练敬虔 凡事有欲 享有今生 和来世的允许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都懂得 我们要操练身体 因为为了我们 这个血肉之躯的健康 可是今天 这个经节鼓励我们 我们要操练敬虔 我们操练 我们活出 更像耶稣的生命 因为这样子的生命 对我们凡事都有益 不只是 今生有益 可是对我们永恒的生命 也是有益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为了 要活出尽全的生命 我们要祷告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要更加注重 在神的话语上面 要远超过 对人的话语 往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寻找 我们身边的人 他们的忠告 可是今天我们要学习 我们首先的来到神的话语 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 我们更要注视 把我们的眼光注视在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事物 我们要知道今天 如果我们能够造就 影响 一个生命来到耶稣的 里面 这个就是把 我们的 时间 活在 那永恒的事物上面 今天我们要将永恒 这个礼物 带给 我们周围的人 第三就是 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 操练我们所听到的 神的话语 当他变成 我们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要将这个信心 将我们所领受神的爱 我们化为一个行动 所以今天 这就是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所以我们低头的来祷告 我们求神赐给我们 这恩典 效法耶稣 活出更像 耶稣的生命 我们低头的来祷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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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亲爱的圣灵 好亲爱的圣灵 你是 因我们 因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这里 圣灵啊今天帮助我们 更加注重神的话语 让我们常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 让我们要气节 世俗 还有那些对我们没有益处的 谈话 让我们花时间 来操练 敬虔的生命 圣灵啊今天更新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的眼光 是注视在 永恒的事物上面 让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心意 是花在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耶稣所在乎的那些事物上面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造就 影响 我们周围的生命 是的也帮助我们 来操练我们的信心 操练将我们 从你而来所领受的爱 我们能够付诸行动 来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论他们是可爱还是不可爱 我们都要这样子的操练 因为耶稣 在他的门徒里面 都有各种不同样的人 可是我们看见耶稣 都爱他们每一个人 所以圣灵今天我们都要 来效法耶稣 来 爱我们周围 每一个人 是的圣灵啊今天 带领我们 常常的 当我们 遇到每一个状况的时候 都让我们想起 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要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 感谢你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的来 敬拜他 继续的来听他说 他要我们祷告的事像 我们来敬拜他 让你爱如他 谁教管我 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 眼神灵清静 充满我 使我自由 使我自由 让你爱来 渗透我生命 为你而我拥有 依离你 我眼神皆顺服你 牵着迪凝离你 静静的随你 离你 让他的爱大大来 教光我们 让你爱如大水 教管我 改变我 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 眼神灵清静 充满我 是我自由 让你爱来渗透我生命 为你而活荣耀你的灵 我眼神皆胜负你自已 静静跟随你 向父在爱中 让你爱入大水浇灌我 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 愿神灵清静充满我 是我自由 一切的恐惧 就要在神的爱里面 得释放 得自由 我进入到祂爱的里面 让祂的爱来修复你 因为在祂完全的爱当中 没有惧怕 我们不怕灾被定罪 我们不要再有回头再看 因为神已经设立了目标 祂在我们前头 我们只要向前 向着标杆直奔 让祢爱来渗透我生命 为祢爱你 为祢爱我荣耀祢 为祢爱我荣耀祢 让祢爱我荣耀祢 让祢爱入大水浇灌我 让祢爱入大水浇灌我 使我自由 使我自由 来世帮我 让祢爱来渗透我生命 为祢爱我荣耀祢 为祢而活荣耀祢 我们多使活遣 求祢 借家祢 你 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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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紧紧跟随你 耶稣 紧紧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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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 紧紧跟随你 因你先爱我 紧紧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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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弟兄姐妹 现在在你的脑海里 在你的意象里 耶稣在你的面前 耶稣说 来 来跟随我 来来跟随我 耶稣 是的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走向耶稣 耶稣 走向 走向 耶稣 耶稣说 来跟随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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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静静 我要静静跟随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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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们家人 给他们的压力 可能他们家人 是的耶稣今天 亲自地来触摸他们 亲自地来安慰他们 亲自地来安慰他们 亲自地给他们看见 主啊 跟随你的荣耀 和运行 是如此的浩荡 如此的丰盛 是的给他们 今天 主啊 你亲自地跟他们说 他们现在 所经历的委屈 比不上 主啊 你将来要赐给我们的荣耀 是的 主啊 求你亲自地加力量 赐给他们额外的恩典 额外的忍耐力 好像你一样 好像你一样 主啊 今天 我们 纪念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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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 紧紧地来跟随你 很想遵守你的话语 所以主啊 你避给他们 那些额外的恩典 额外的力量 感谢你耶稣 感谢你耶稣 是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 特别的要为着 我们今天 2020年 来祷告 在我们教会 我们有一个主题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还记得那个主题吗 今天 今年我们 教会 2020年的主题是 神迹突破之年 所以今天 因着 这个新冠肺炎 的疫情 很多人的 目标 很多人在 年头 所设定的 一些计划 都完全被打散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 用这个经文 我们来鼓励大家 在诗篇 第27章第4节说 有一件事 我求过耶和华 我还要寻求 我要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店里 瞻扬他的容眉 在他的店中 求问 是的 在线上的朋友们 今年 可能你很多 你现在面对很多的问题 很多我 本身都不能够理解 没有经历过的挑战 可是今天 我要来鼓励你 不论你今年 现在 遇到任何事 可是我鼓励你 今天 没有人能够 给你最好的忠告 最好的引领 只有我们的神 所以 我鼓励你 来求问 我们的神 来寻求他 常常的切保你 我住在他的里面 住在他的爱里面 住在他的团契里面 常常的花时间 沾揚他的容眉 不要注视 你所面对的挑战 可是来到他的店中 来到他的同在里面 沾揚他的容眉 花时间沾揚他的容眉 然后 才来求问 他 你所面对的问题 他必要应允你的祷告 所以我们在这时刻 我们要祷告 我们彼此 在团契里面 我们彼此的勉励 我们不要放弃 不是放弃的时候 我们也求神改变我们的眼界 更新我们的眼光 可能有一些的目标 我们重新要调整 有一些的计划 重新要安排过 还有的是 亲爱的家人们 继续的跟随耶稣 继续的相信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继续的相信耶稣 的神迹 必然要领到 在你现在的情况里面 我们来祷告 所以我们要领备来祷告 神迹 因为也领备来祷告 神迹 神迹 今天你是垂听道个 神迹 你是心事的神 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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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啊 今天 我们要向祢爱的回应 回应说 神啊 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祢 主啊 就像大卫说 我要一生一世 住在祢的殿中 赞扬祢的荣美 就是住在神祢的同在当中 就是住在神祢的应许当中 主啊 虽然我们今年经历了很多的 第一次 或者甚至有些人 完全的改变他们的生活作息 或者是失去了一些 对他们很重要的 主啊 这个时候我们唯有仰望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 都在神祢的手中 神祢掌管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 主啊 我们已经把生命交托给祢 主啊 因此 神祢帮助我们 能够单单的 在我们困境中 单单的仰望祢 就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就是那个能够将水变成酒的神 就是能够凭着那个无饼二鱼 能够喂饱千人的神 主啊 你总是在那不可能的事上 彰显神祢的荣耀 神祢的能力 主啊 让我们在这个 挑战的时刻 我们 继续地相信祢 继续地相信祢 相信祢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以乐 我们的供应者 主啊 我们要宣告在2020年 我们要看到神 我们的生命中要有突破 是神祢在我们生命中 所彰显祢的荣耀 彰显祢荣耀的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 主啊 让我们继续地相信 让我们不放弃 圣灵啊 求祢来 主啊 帮助我们 借着神祢的话语来鼓励我们 主啊 好知道 我们所信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主啊 求神祢来调整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与祢一起 有同样的眼光 让我们不看 我们的不能 我们的无能为力 但是我们看的是 是上帝祢 你的全能 你无所不能 你无所不在 我主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 主 我们要借着神祢的话语说 神祢能 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 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 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应着神祢的允许 主 我们来宣告 主 今年是丰盛的一年 今年是充满神迹的一年 今年是充满突破的一年 主 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 属灵的生命中有突破 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当中 关系有得突破 我们看到我们工作中有突破 我们看到我们经济中 神祢要修复我们的经济 主 那些逝去的神祢要加倍的来赏还我们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丰盛的神 我们神是全能的神 主 我们感谢祢 哈利路亚 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祢 因为祢是全能全世的神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来 我们继续的来敬拜祂 让祢 让祢爱如大水 将关我 继继续的赛之律上 充满我心深处 不停拥留 充满我心深处 不停拥留 为祢而我荣耀祢秘密 我也善解神父的旨意 静静跟随祢 让祢爱来渗透我的生命 让祢爱来渗透我生命 为祢而我荣耀祢秘密 我愿神皆顺服的旨意 静静跟随祢 是的 今天我们要为 接下来我们要为一个 特别的恩赐我们来祷告 在这个时刻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能够辨别诸灵的恩赐 在我们当中 今天在我们的媒体上 在我们所听的很多的话语上面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分别的能力 所以在圣经里面 其中一个圣灵的恩赐就是辨别诸灵的恩赐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如何操练这个恩赐 我们今天要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 你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没有其他的捷径 我们才能够辨别什么是谎言 什么是神的话语 是不是神跟我们说话还是撒旦的话语 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身为教会这个恩赐 然后我们能够善用这个恩赐 我们来造就教会 然后我们同时时间我们也是要有智慧的 当我们听到任何的话语消息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去求证 我们可以跟圣经来对照参考 以圣经为根据来鉴定 这个是不是神对我们说话 这样子使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相信 我们所听到的 人跟我们说的 我们所看到的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活在平安喜乐里面 所以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 今天我们 我们祷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你说 凡来到你面前来求的主啊 别要得着 主我们相信你 你要将这个恩赐加给教会 好让我们能够使用这个恩赐 我们来造就教会 所以圣灵啊今天 常常的提醒我们 我们的时间 要活在杂根 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真理里面 使我们能够 常常借着真理 来辨别 来辨别 主我们所听到 所看到的 也赐给我们智慧 常常的求证 我们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好让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干强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造就别人的生命 是的圣灵啊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 常常 杂根 常常的 来到你的面前 寻求 感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去呢 我们也是要为 我们的主流的媒体 社交媒体领域来祷告 所以刚才有提到的是说 我们听到很多的消息 甚至今天很多的假消息 或者真的消息 我们都很难的辨别 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些媒体 来祷告 无论是社交媒体 Facebook 还是我们所看到的主流媒体 暴障也好 让他这些媒体 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力 不被邪恶的势力 来使用或者利用 来报导一些虚假 带来恐惧的消息 带来那种负面的影响力 包括对别人 或者被某些种族不利的消息 好 我们要祷告说 他们所传播的是 有盼望的消息 也不会让人家觉得恐惧 一直都活在那种恐惧当中 恐惧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还有我们要宣告仇敌的计划 要在这个领域 要泄露和消灭 那些恶者要通过这些媒体 来发送的这些不好的信息 要被制止 要被赫露那些假的新闻 那些假的新闻要被赫露出来 那些真相要被暴露出来 我们要祷告神在这个领域 要兴起他的儿女 使年轻的一代得到慰养 那我们祷告神 兴起公义的这些记者 或者报道的主播那些 对于新闻有影响力的 他们都是有公义的心 然后有道德的行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您可以祷告神 能墨 祈概 神 祈博 人生 人生 是的 亲爱的耶稣 我们今天 我们都知道 主啊 这个媒体 今天在这个世代 不论是主流还是社交媒体 他们都扮演着一个 极为重要的角色 所以主啊 我们求你 主啊 兴起你的儿女们 在这个领域里面 主啊 让他们带着你的真理 来渗透这个领域 主啊 将这个领域 主啊 转化为 主啊 一个充满 正面影响力的一个领域 一个散播 有盼望的信息的一个领域 主啊 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 我们都不能够逃过这些媒体讯息的传输 所以主啊 今天我们真的求你 在这里 主啊 你的 你的力量 你的作为要运行在这当中 我们也奉主耶稣的名我们要来宣告 主啊 你的恩典 你的大能要摧毁 仇敌 在这个领域里面一切的计划 主啊 任何的 这个仇敌的计划 都要被揭露 主啊 都要被销毁 哦 主啊 今天 赐给你的教会 哦 主啊 这个特别的这个 辨别诸灵的恩赐 哦 主啊 让我们 做回这个媒体的使用者 哦 主啊 我们传播的是一个正面 传播的是你的好消息 传播的是一个有盼望 充满喜乐平安的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今天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所以今天 我们还要为着 我们EBCC的家人 我们来祷告 所以在这个荧幕上面 我们有几个 有祷告的一个请求 所以我邀请 大家 我们今天我们来为着第一 Vincent弟兄 为他的生意来祷告 让他的生意是 真真日上的 让他的个人的经济 都能够好转 我们也是要 纪念那些正在面对 经济困境的弟兄姐妹们 尤其是那些 在旅游业 与旅游业有关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他们依然的 面对这个工作机会 还有这个营业机会的这个困境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 最后呢 我们还要为 这些生病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祷告 所以在荧幕上我们要为 秀姻姐妹 因为她有这个胃病 还不能够得完全的医治 我们要为她祷告 我们要为这个 明英姐妹 孙明姐妹 来祷告 因为她有这个癌症 然后这个癌症有这个 广散的这个迹象 所以她需要去祸疗 我们要为她来祷告 还有东西弟兄 在她的脑海里面 在她脑里面 生了一个瘤 现在这个瘤已经压到她的神经 是她的手脚都不能够动 还有我们也是要纪念 历练姐妹 历练姐妹 这个有肾病 要洗肾 所以她这个 这个伤口 都有这个 发炎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要为这些 人我们按手 我们举手 我们现在 在线上的 弟兄姐妹们 现在我鼓励你 举起你的右手 为这些人来祷告 是的 亲爱的耶稣 今天我们相信 没有任何的事物 主啊 要使 你的爱 与这些的弟兄姐妹们 来隔绝 主啊 首先我们为Vincent 弟兄来祷告 主啊 我们祷告说 你超自然的 营业的 这个机会的门 要为他打开 主啊 让他的生意 真正的至上 主啊 我们也祷告说 这个面对 现在 面对经济困境的 弟兄姐妹们 主啊 他们 都有你超自然的供应 特别的恩宠 主啊 让他们 能够 可能 找到另外一种的 工作机会 主啊 让他们的 经济的 这个 情况 很快的都 得到好转 主啊 让他们 让你的平安 此时此刻 来充满 Vincent 充满这些 弟兄姐妹们 主啊 我们也为这 病人来祷告 主啊 我们相信 在你的救恩里面 主啊 你已经预备了 这个完全的 医治 在里面 因为 主啊 借着 你的 所受的 鞭伤 主啊 这些 弟兄姐妹 要得医治 接着 你所受的 刑罚 主啊 他们 这时刻 主啊 你 这 出乎意料的 平安 要来充满 他们 主啊 让他们 在这时刻 在他们所在之处 所面对的 疾病 主啊 你告诉他们 没有任何的疾病 能够胜过你的名 主啊 他们 也是要 与你 坐在 天上 主啊 站在 你的运行上面 拿起你的钱柄 为自己的来祷告 和来宣告 说 主啊 你必得 你必使他们得医治 主啊 今天我们就 这样子的来 纪念他们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 祷告 所以今天 弟兄姐妹们 我们很快的 又来到这个 祷告会的 这个尾声 主啊 我真的很感谢 弟兄姐妹们 我们已经 经过了 好几个星期 每一个星期 都看见 很多的 弟兄姐妹 来到网上 上网来 参加 我们这个 祷告会 我相信 主必 纪念 我们 这一切的 祷告 所以今天 我要特别的 用这个 诗篇 第21篇 我来读给大家听 这个 经节 来 为大家 来祝福 这个祷告 诗篇 第21篇 第7节 说 耶和华要保护你 脱离一切的灾难 祂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处里入 耶和华必要保护你 从现在直到永远 Amen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真的是来宣告 耶和华是保护我的神 祂必 保护我脱离一切的灾难 还有我的性命 我处我入 耶和华的同在 都要来保护我 从今直到永远 是的 弟兄姐妹们 我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祷告会 就到此为止 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